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昨晚收到幾條影片, 說在澳門某一間賭場發生打架事件, 有幾個賭客大打出手, 然後打架打拳頭膠都算了, 還要拉上椅子, 載到對方, 有網友提出這些是舊片來的, 拿出來滾來滾去傳謠造謠。 但我有留意過影片內容, 如果是舊片的話, 不是說沒可能, 但有一點就好奇怪, 為何呢? 如果是疫情前的影片, 打架都好正常, 但以我記憶中, 當時其實入去賭場這地方, 是基本上沒什麼人戴口罩的, 你走很久都不會找到有一個人戴口罩的, 但他這一條影片, 打人那個有戴口罩, 旁邊食花生的人都有戴口罩, 而且你細心看旁邊圍住的人都有不少, 其實都是有戴口罩的, 其實由戴口罩這一點, 就可以判斷到這些影片應該是最近所發生的事, 我當它是昨天所發生,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? 其實一開始, 有人跟我說, 就說是換錢檔, 就打架了, 那你說換錢檔打架正不正常呢? 都正常的, 但你說打到這樣, 又拿武器的其實比較少見咯。 去到現在, 根據最新消息所講, 有人問了現場可觀, 就說白色衫被人打那個肥仔, 是鋪鋪買人對面, 那鋪全世界都買裝, 他走去買餡, 就被他贏了, 跟著還要勾勾試試, 然後有人就忍不住了, 就打他了。 今天在賭場打人, 是一件非常之愚蠢的事來的, 如果你是動手, 我相信賭場將會令你入了黑名單, 這個場你入不到去, 可能其他場亦都會做通報, 是不給你入去, 大家互相交換治療的。 而且, 我這樣看, 可有可能都是大陸旅客來的, 如果是大陸旅客在澳門打架的話, 可有可能他有幾年是禁止入境的, 即是說他不用自來澳門賭錢。 那好似剛才這樣講, 如果是換錢檔的話, 他亦都是幾年無得入境去賺錢的, 其實得不上失。 不過說回頭, 如果真是換錢檔賺食的理論上來說, 應該就不會在賭場打架了, 因為都要在賺食的嘛。 影片部分, 由於Youtube最近好嚴, 所以直接打架的片我就無放上Youtube了, 大家可以去我們的IG看一看。 一共有三條影片, 一條link我就放在下面, 大家自己點進去看。 還有記得訂閱TG的頻道。 因為有部份的影片, 其實如果Youtube這裏投不到上來, 就會投到IG那裏。 我這單案件都可以講得上賭仔姓賴, 就算人家買不買對面, 你要輸都是輸, 不過他太明顯了被人打的那個人, 就直接針對著一個人當人是明燈, 你直接當人是明燈, 輸錢的條氣一定不順的, 而且你是全世界都買裝, 你就對著明燈, 對著幹就買閑, 但贏了還要臭串, 那輸得多的那個人肯定頂不順, 他覺得是你刻住他, 不是他自己燈。 所以在賭場上找明燈, 都要小心點, 因著被人打。 因為以前我都試過這樣, 有些人會跟你買, 那些叫搭巡船, 還有些人會在賭場上找明燈, 通常如果人家知道你是當他明燈的話, 都不會給什麼好面色你看, 通常越玩越黑口黑面, 你贏了幾局, 他簡直是想殺了你, 所以有些時候, 就算你找到明燈, 都未必可以買得這麼明顯, 甚至你只在明燈會因為頂你不順, 很有可能就直接轉台避了你, 如果你還跟著他的話, 很有可能你真是被人罵, 甚至出到賭場打你一鎊都不出奇的。 好啦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 大家有什麼想說, 下面留言啦, 我們下集再見啦, 拜拜!